你要吃蕉蕉吗 我要 给我 爸 你愿意尝试一下这个 我们刚刚都吃了 榴莲不敢 螺丝粉 它是榴莲味道 对 我也不吃榴莲 对 那不要客气 我自己来就好了 真的 这个是我们要很好吃 这个有 有没有肉 有 有 长博之又出奇葩言论 再次宣称不吃肉只吃素 在最新一期的浪姐节目中 童子姐姐被分到一间房 一起同吃同住 以增加感情 于是晚上有人做宵夜 分享给大家吃 正准备入睡的张博之 听说有好东西吃 赶紧凑上去 没想到一听说里面有肉 赶紧高调回复道 我不吃 因为我从不吃肉 也是装出新高度啊 要知道 之前她就在李箱面前高调炫耀 自己从小到大 从没吃过肉 就连小时候爸爸逼自己吃肉 才也不吃 宁可饿肚子挨大 别只吃素不吃肉 后来被拍到大口吃海鲜 也死不承认 所以这次估计是怕 之前杀故的广辈再次戳窗吧 你们觉得呢 自己就喜欢蔬菜 因为我天生是吃素 我是从来没吃过肉的 什么叉烧啊 肉猪啊 虾呢 虾海鲜呢 小的时候 其实爸妈妈给你吃 你应该也不知道啊 我妈妈打到我不行 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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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